火箭19分大逆转翻盘老鹰是如何做到的 本场比赛火箭的首发巨坑无比 伍德·布鲁克斯·马修斯三杆枪 三分球合计17中二 首发白小个阵容却打不出空间支持 面对卡培拉加克林斯阵守的内线 强冲自然讨不到便宜 前三节就被打花 第四节风云突变 塞拉斯在进攻端走了三步好棋 第一步气用伍德 第二步让神经破天荒地打了快25分钟 用他扎实的掩护和传球盘活全队 第三步收官阶段 用小马丁在内线搭档神经 这两个人一个能传一个能切 年轻有活力 逼得老鹰不得不收缩内线 让外线的戈登和奥古斯丁接连命中三分 双双打出赛季最强一战 在对攻大战中战胜老鹰 不知道坐在场边看了一整节的伍德做何感想 同样郁闷的还有特雷扬 狂砍41分老鹰都没能赢球 整场比赛总结下来就是 主力挖坑替补追分 戈登暴走神经上位 接下来火箭将迎来一波一主六克的魔鬼赛程 距离西部第十的开拓者还差两个胜场 你认为他们会争取附加赛 还是继续争庄园呢